再关心食安议题 网友发起的捍卫食安大游行 今天下午2点 从台北凯达格兰大道出发 沿途游行长达5.4公里 估计有近千人走上了街头 还有部分的民众是带着小孩共同参与 表达对于鼎心判决案的不满 甚至还要抵制鼎心的产品 游行的发起人张仁吉也表示 希望政府能够修改食安法 不要再让黑线的食品伤害人民的健康 鼎心不倒 食安乐好 穿上灰色的T恤绑头巾网友 自主发动食安大游行 不仅大人带着小孩近千人走上街头 还有68岁的老伯伯 带着自制的看板 特地从台南坐车上来 对我们的健康诉求是 它能改善 本来就是抵制 他们做不对我们就要抵制 不然谁要抵制 政府也不管 我把家里的味泉酱油全部都倒掉了 从小吃到大所以很心痛 越讲越难过 为了抵制鼎心民众用各种手法 讽刺黑心的食品 网友发起苗买苗退的活动 甚至邀请卫权执行长 苏首兵参加游行 并提出卫权买回鼎心40%的股份 如果我花100块去买这个鲜乳 有40元被月银充赚走 我们不希望这样子 为什么你来杜害我们 我还要拿钱去让你赚钱呢 发起人希望政府尽快修改食安法 因为食品的安全从上游到下游都有责任 另外鼎心案要退回更省重启调查 毕竟食安攸关民众的健康 要政府还给台湾人一个安全的饮食环境 有DNTV杨子健张艺华台北报道